这次的加州初选当中 选前的时候很热络 登记的选民人数创下历年来新高 但是投票却不如预期 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而根据选务所的统计 投票的选民只占登记选民的三分之一 落差很大 加州选务所统计初选 共开出约600多万票 专家分析可能正与在大选前 两大党提名人选已经大致底定有关 而民主党方面 希拉蕊早就已经拿到提名门槛 2383张党的代表票 笃定提名 让许多原本对初选充满兴趣的选民 一期之间兴趣缺缺 导致投票率低于预期